TED消息22號稱 有人拍到三峽庫區正在秘密洩洪 21號央視報導 三峽庫區水位持續上漲 已超出防洪水位近2米 水位還在上升中 下游十幾個省份遭到洪災侵襲 這個時候偷偷洩洪對下游城市來說 無疑是雪上加霜 對此有網友留言說 三峽平時高位蓄水 只顧發電下游發旱災 暴雨時沒有蓄洪能力又怕潰壩 只能洩洪導致下游洪災 還有網友說 洩洪就是為了防止潰壩 壩垮了對下游的城市更是災難 這時候洩洪談不上秘密 樂水行發旗人張俊鋒說 長久以來水利部門都是秘密洩洪 很少有事先通報的情況 至少晚了至少晚了一個多月 他應該在一個多月之間 就應該橫出一部分庫洪 開始進行凝蓄 張俊鋒說 應該是當局錯誤低估了強降雨的嚴重性 加上管理混亂 所以造成南方洪災氾濫 家住湖南某市的王宇時說 他們當地有過一次秘密洩洪 早上6點 好多人還在睡覺 整個城市淹水了 一輛大巴士坐了很多人 連車帶人都被洪水沖走了 後來水退了 馬路上河兩邊的山鋪都是泥沙 人們在清泥沙的時候 就發現有人死了 被埋在泥沙裡面 那這大水是後來聽說 是善有水庫洩洪引起的 因為是清晨嘛 好多人還在睡覺就被水淹了 死了好多人 但是都沒人報 沒有報死那麼多人 據《湖北日報》22號消息 全省479座水庫洩洪 但沒有提及三峽庫區洩洪 而重慶和貴州省爆發嚴重洪災 外界相信與湖北水庫洩洪有關 6月22號 重慶市發布 《岐江洪水紅色預警》稱 岐江流域重慶段 將出現自1940年以來超歷史洪水 岐江沿江公路被淹 鐵軌沖斷 部分房屋淹到二樓 貴州則至少6個縣被淹沒 當地死傷不明 黃維洛也指出 目前大壩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等地 都發生洪水 大壩上游地區的重慶同樣淹水 發出洪水預警 如此一來 上游的居民希望大壩放水 下游的居民期盼不要放水 大壩在施工前的論證就已經知道 這樣的建物想達到防洪 會發生矛盾情況 對製水完全沒用 大紀元時報遍佈全球 不受財團、政黨影響、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欲角欲樂、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訂報專線 0800-566-688 270-566-788 470-566-680-640 688-688 470-688